哈囉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話題是Ark Invest Big Idea 2023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那關於這個Cathy Wu就是木頭姐的Ark Invest 那木頭姐多次說到說這個比特幣會在2030年的時候達到100萬美元一顆至少 那為什麼她會對比特幣這麼看好呢 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話題 那對於木頭姐呢這個褒貶不一啦 很多人覺得說她是一個one trick pony 就是她只知道投資這種科技產品 然後並不是一個這個非常靈活的投資者 但是因為本身我自己的投資理念呢 跟木頭姐其實是蠻像的 就是我看到一個這個未來的趨勢 我就會把這個主要資金要打在上面 因為我認為如果你看到一個最好的東西的時候呢 沒有道理把這個資金分散在第二號 第三號 第四號 第五號的這個板塊上 對吧 所以我跟她的這個思想理念呢 其實是有一曲同工之妙 那我們今天要來探討呢 就是這個Big Idea 2023 就是Ark Invest每一年會做的這個 對於未來不同板塊發展的一個分析 那在這則報導當中呢 其實裡面有聊到很多東西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就是關於一些科技的啊 關於一些AI人工智能的啊 還有這個虛擬錢包啊 然後這個供鏈啊 比特幣啊 智能合約啊 那這邊還有一些就是網路上的看病的體系啊 然後一些這個DNA的東西啊 呃 電車 自動駕駛 然後這個自動的這個運貨體系 然後最後是有這個機器人這些有的沒東西 然後還有這個Space就是關於宇宙行業的哦 但是今天我們主要探討呢 就是這個比特幣這個部分 那我們來到了這個第55頁 那我們就來看這個Ark Invest為什麼會這麼看好這個比特幣最後會在2030年達到100萬一顆呢 我們在第一頁可以看到比特幣每次從這個最高點跌到最低點的這個狀態是什麼樣子哦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第一個比特幣高點是發生在這個6月的2011年 當時的這個價錢呢是31.91美金 下一次是2013年的11月 當時是達到了1242美金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比較多人知道了 2017年的這個牛市 呃在這個12月的時候呢達到了19891 那最後一次當然就是2021年的牛市 在11月的時候呢 我們達到這個6萬9千美元哦 那我在這邊呢 呃以peak to peak 就是一個高點到另一個高點來計算呢 這個每一個高點到下一個高點的這個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就是這個負利的這個每年成長啦 平均大概是157.9% 所以是非常非常好的哦 那你可能說 欸Derek這個值高點而已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低點吧 那低點的時候呢 第一次是發生在2011年的11月 當時低點是到了2塊錢 所以是從32塊左右跌到2塊 那第二次2015年是152塊 所以從1242塊跌到152塊 第三次是2018年底部的時候是跌到了3128塊 那是從這個將近2萬的地方跌下去的哦 那最後一次就是2022年的November 就是去年的11月 那我們當然現在還無法確定這個是不是底部啦 雖然說我個人認為這個八九成應該是哦 那這個去年11月的時候呢 是跌到15797塊 那當然也是從這個6萬9的位置跌下來 那我們如果用這個低點來計算的話呢 就是每一個低點到下一個低點的這個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就是每年這個增長率呢 其實也達到這個153.6% 所以我們可以從這個高點到高點之間呢 是平均157.9 低點到低點之間呢 也是153.6%的這個年成長率哦 所以不管你是用高點算還是用低點算呢 這個比特幣隨著時間長期往上走呢 基本上是一個蠻確定的一個趨勢哦 那在第二頁呢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就算這個比特幣波動很大 然後常常會有跌去這個70到90%不等 但是呢 它在過去的幾年裡面呢 還是這個所有投資產品裡面表現最好的 那這一頁在昨天的影片當中 我跟大家聊過 就很快再聊一下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比特幣的投資報酬率呢 以3年來算152% 4年來算187% 5年來算272% 那跟這個黃金的2.4、2.5、2.2比呢 是好了非常非常多 將近要100倍了 那跟這個債券市場比是1.5%、1.5%、1.4% 也基本上好了150倍以上 那跟全球股票市場比呢 股票市場的投資報酬率是10.6%、10.1%、6.1% 所以是比這個股票市場來的好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過去的幾年 這個雖然說比特幣波動大 但是它的投資報酬率呢 依然是所有投資產品裡面最好的 那也在下一頁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比特幣的Fundamental 就是比特幣的基本面呢 在今天呢 是有史以來最強健的 這也昨天有跟大家討論過 那在今天很快再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各種不同數據呢 都是一個cycle 就是一個循環 比一個循環要來的更好啦 就是從這個比特幣 平均購買的這個價錢啊 到比特幣的算力啊 到這個最近在移動的這個比特幣啊 就是有沒有人在移動啊 到底是這個比特幣有沒有人在出售 還是大部分人都是持續持有呢 都是不斷的進步 然後這個比特幣超過零塊錢的地址 也是不停在在增加 這個比例也是在增加啊 長期持有者的這個 佔總流通性的多少percent 是不停在增加 然後最後當然就是閃電網路的這個發展 是越來越快啊 那在下一頁呢 就可以看到這個 Bitcoin capitulation Has hit levels associated with price through in the past 就是說比特幣在去年11月這個15000多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經歷了很大的一次投降信式拋售 因為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2022年 大部分賣出比特幣的人呢 都是虧錢的喔 那盈利的人呢 其實已經佔少部分了 那跟2021年相比呢 大部分賣出比特幣的人 都是處於一個這個獲利的狀態啊 那比較少人是賣出是賠錢的狀態 所以在這邊可以看到呢 這個capitulation 就是最終的這個投降信式拋售呢 可能在去年的這個11月就已經發生了 然後我們在下一頁可以看到這個 比特幣的持有者呢 基本上都是長期持有的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這個 隨著比特幣的價錢往上漲呢 這個長期持有者 這個持倉量呢 也是不停的在增加 這也說明了真正相信比特幣的人呢 都是會一直拿著他的 不會是以這個交易的方式去進行 那在下面一頁呢 就是說這個交易所啊 就是加密貨幣交易所呢 在2022年的時候呢 都提供了更多的透明性喔 那其中包含這個币安啊 Bybit啊 Crypto.com Derabit 還有這個Cookoin呢 都是在2022年呢 提出了他們類似Proof of Reserve 就是證明他們資產的一個這個地址啊 所以當這個各大交易所 都提供出更多的透明性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盡量避免掉 FTX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喔 下一個要看的呢 是比特幣的算力 那比特幣的算力呢 也是大家都知道了 目前是處於一個歷史新高 所以這個算力越高的時候呢 代表比特幣的網路就越來越安全喔 所以你也可以把這個比特幣的算力呢 想成是比特幣的基本面吧 那如果這個算力不停的在上升的時候呢 價錢跟著它上升呢 只是時間的問題喔 那講到比特幣的這個mining 就是比特幣的挖礦呢 很多人就會說這個比特幣挖礦 是非常非常對環境不好的一件事情啊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麼說喔 因為這個在全世界呢 每天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這個天然氣被浪費了 那現在很多這個挖礦比特幣的公司呢 都是透過這個被浪費天然氣來做這件事情喔 那我們也知道這個比特幣挖礦在去年就已經達到了 60%都是再生資源喔 那對比特幣挖礦這件事情呢 其實找到最便宜的資源 還有這個再生資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如果今天你這個挖礦的成本 就是電力可以壓到最低的話呢 你才可以在挖礦上面得到一個很好投資報酬率喔 那如果今天你在一個電費很高的地方 然後使用的不是這個再生資源的話呢 你在比特幣挖礦這個市場呢 就很難跟這些使用再生資源的挖礦公司競爭喔 所以走向這個100%再生資源比特幣挖礦呢 我認為是最終遲早會達到的事情啊 不是會不會達到的事情 在下一月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大機構呢 也是不停在佈局比特幣喔 那光是2022年呢就有這個幾個知名的投行呢 都加入了比特幣的市場 還有加密貨幣的市場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這個全世界最大投行貝萊德 他是在這個2022年的6月呢 正式的跟Coinbase Prime合作呢 然後進行了一些這個 呃幫助這種大客人 就是非常有錢的客人 還有這種大資本或機構 持有比特幣類似這樣的服務喔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的是BNY Mellon 這個中文應該是紐約的美林銀行 那美林銀行呢也是有開啟的 他們這個Crypto Custodial Service 就是幫這個大機構持幣的這樣的一個服務喔 那下一個就是Eagle Brook Advisor 也是很大一個投行 他們是跟ARK基金進行了一個合作 那對這個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的這個市場 的策略啊都是有互相的在溝通喔 那最後一個是Fidelity 那Fidelity當然是這個最大的一個交易所之一啊 那Fidelity也在2022年的時候呢 為這個美國的退胸帳號401K呢 提供購買比特幣的這個選項喔 那最後一頁呢就是這個ARK基金 他們到底是為什麼會看到 100萬美元一顆的比特幣呢 那我們在這邊就可以稍微探討一下這件事情喔 那他給了三個不同的這個可能 第一種是比較bear的情況 就是比較看熊的情況 第二種呢就是base 就是所有事呢 如果沒有發生什麼意外 然後也沒有發生什麼太利好 或太利空的情況呢 就是一個這個最正常會發生的情況 就會是base 那第三種呢就是這個bullish case 就是如果這個最好的情況 會達到怎麼樣的程度喔 那他其中是包含了很多種不同的分類啦 第一種是corporate treasury 就是像這個micro strategy一樣 把這個比特幣持有在他們這個balance sheet上面喔 然後這個最糟的狀況呢 是沒有任何人這麼做 所以0% 那base就是基本的狀況 會有2.5%的公司這麼做 那這個最看好的情況下呢 是會有5%的公司這麼做 那第二個呢 就是全球這個轉賬系統喔 就是有多少人使用比特幣 來作為轉賬的一個媒介 那最糟的情況下呢 2030年會有5%的人呢 使用比特幣作為這個交易的媒介 那這個中間值是10% 然後這個最好的情況呢 是會有25% 下一個是national state treasury 據說這個比特幣 到底會不會變成這個全球的這個儲備資金呢 那這個最糟的狀況當然是0% 那基本的狀況呢 是有1% 那最好的狀況是5% 那下一個呢 是emergent market currency 就是有多少人呢 開始把比特幣 當成這個貨幣在使用呢 最糟的狀況0.5% 基本的狀況3% 最好的狀況是10% 下一個是economic settlement network 就是全球會有多少銀行 使用比特幣 來作為這個定價的一個基礎呢 那這個最糟的狀況是1% 基本是5% 那最好的狀況是10% 那我們在這邊的狀況是10% 接下來了 判斷的狀況是10% 接下來了 就是這個不會被凍結的資產 會有多少放在比特幣 那1%是最糟的狀況 3%是正常狀況 5%是最好的狀況 下一個是institution investment 就是有多少機構會投資在這個比特幣上面 最糟的狀況是1%的機構 中間值是2.5%的機構 那最好的狀況是6.5%的機構 那最後是digital gold 就是有多少人會把比特幣看成這個數位黃金 那最糟的狀況是20% 基本是40% 最好狀況是50% 那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 如果所有的這個走勢 都是造的最不好的狀況 這個比特幣最終到2030年的價錢 會是258500塊一顆 那如果是這個中間值的話 比特幣最終的價錢在2030年 就會達到682800塊一顆 那如果是最好看牛的情況下 比特幣最好的情況 是可以走到1.48 million一顆 就是148萬一顆 以上就是ARK基金 Big Idea2023對於比特幣的分析內容 在看完他們分析之後 你對比特幣是不是有更深層的了解了呢 那你有因為看到這則分析 對比特幣未來更有信心了嗎 歡迎在留言區讓我知道 那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樣的分享 對你有一點點幫助的話 一定要幫我按個讚 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第一次數字幕就像是5400塊 在這裏裡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在哪裡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